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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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宏观 因为没有想过 原来市场好像 看着新增确诊人数 不断上升 也没有阻碍股市创新高 例如每天看到印度 巴西的数字这么恐怖 但美股创新高 好像不怕 但Fan就解释了 原来大家懂得分哪个好的市场 和哪个坏的市场 相对性 原来国际投资者到现在还挺忠诚于美国 就是喜欢他控制疫情 那方面处理得好 而Fan也提过一件事 整个投资气氛 有时随着疫情 慢慢地控制 希望能够控制 已经有很多大行 对经济重启已经有一些预测 我不知道 现在印度那些 或者区内市场那些爆发 开始就说那些确诊人数 已经到处飞了 就是会不会影响了之前 投行那些股算 又我们要重新 alert 去回到Debbie你先头提的问题 就是为何由第一季 即是2月中港股市见顶之后 就看到资金 好像有些换马 就去了炒美股 以及去了欧洲 这个亦都和疫情的发展 有很大关系 因为醒目钱 它基本上都是去寻找 就是惊喜的 它是前瞻成 股市都是前瞻 未来六个月 所以由2月中港股市见顶 当时也反映 资金预计 就是欧美 就达至群体免疫 就会早过 我们亚洲 因为其实不仅是中港股市 就在三四月份是落后 基本上整个亚洲和新兴市场 其实都是落后 看看预计群体免疫的时间表 我们汇丰也做过一个测算 因为我们预期 现在看到疫苗接种的进度 美国和英国是领先的 所以预计第二季尾 年中 是的 年中 很快 美国和英国 很渴望 达至群体免疫 对于推动他们 重启经济 有很直接的帮助 欧盟也是落后 因为他们疫苗接种 就出现波折 所以预计欧盟 就要到第三季尾 其实才会达至群体免疫 但是我们看回中国 其实中国在疫苗推广方面 其实都很积极 但是因为中国本身 疫情的防控相当成功 所以因为国内 其实没有什么疫情 所以也为什么接种疫苗 那个积极性 没有欧美那么高 不过我们预期 去到明年的第一季度 其实中国也会达至群体免疫 但是亚洲区内 我们就会比较担心 特别看到南亚 东南亚 有些地区 包括印度 菲律宾 印尼 近期疫情的发展 也比较令人担心 所以整个亚洲区 特别南亚和东南亚 很可能要到明年中才可以说到 达至群体免疫 所以在今年来说 股市的部署也都必须要聚焦 就是一个复苏的展望 这个就很直接 就是看回疫情的防控 以及疫苗推广 而达至群体免疫的时间表 这个就可以帮到大家去做个报告 也是的 Fan提升了一点 为何之前年底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今年拨打新兴市场 亚洲区 怎料2月之后 每个都收声 都是看好 不过原来 因为你爆了疫情出来 所以就推迟了很多股市 或者经济复苏的步伐